大月 嗨 今天我也能角色扮演系列 来到了子女宫 今天来介绍这个子女宫 这个关于子女这两个字 顾名思义 看到这两个字 我们就知道跟小孩有相关的事情 那么要有小孩这件事情 我们从头来推演一下 首先是不是跟你的饮食有相关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口味 之后呢 衍生到你会有什么样的性生活 跟你的性生活态度有关系 有了性生活才会有小孩对吗 好 那这个有小孩呢 小孩能不能生得出来 那么当真的有小孩出生了之后呢 那么关于这个小孩 我对于这个小孩呢 我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我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需要把他教导成什么样子的小孩 当然我们就知道 每个宫位都有互相对待的关系对吗 好 无论如何呢 关于子女宫这一个宫位 我们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么记得这个叫做本命盘 本命盘上面呢 我们讲的是这个态度啊 价值啊 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样子的宫位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骨子里脑袋里 我天生带出来 就会有这样子的态度 但是呢 实际上会不会发生 比如说生小孩的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人那个天生生出来之后 还带个小孩出来 不会对不对 所以关于实际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发生在运线盘上面哦 所以你要看那个性生活啦 你要看会不会生小孩 你要看这一些属于现象 现实发生的事情 要记得你要看的叫做运线盘哦 我们就针对这个如果说 真的有小孩子的话 那么我有可能会怎么样 跟这个小孩子 会有这样子的对应的态度 你骨子里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当然 这个不是现实生活的行为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放在本命宫 我们就针对在本命宫啊 出现了什么样的信仰 会对应什么样子的态度 第一个 一样是指挥心哦 好 指挥心 你就知道 一直在讲它是地心 它是一个尊贵的信仰 当有指挥心 出现在你的子女宫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就是自己串想哦 我对性生活有什么态度啊 想好 那如果说 当我是真的之后有小孩 在没有小孩之间 我不是用想的哦 如果我之后真的有小孩子的话 那么我会希望我的小孩 能够被我调教成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一样的 我会希望让他 我会希望把他调样 调教 教育 成一个像皇帝一样 基本上一定是往好的方面想哦 我会希望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啦 他会是一个能够很有教养的小孩哦 当然我骨子里会这样子想嘛 但是同学有发现一件事情嘛 基本上皇帝这一个角色定位啊 通常是只有一个嘛哦 地心哦 在上位子 通常只有一个 当我们对他有这样子期待 我希望他是被尊重的 他是有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呢 那么就跟地心放在夫妻 跟感情这种状况是一样的 你在跟这个小孩子的相互对待之间 究竟啊 谁要尊重谁呢 哦 这样子会衍生出什么问题 你有可能因为要教育他 教养他 而把他调教 把他教成一个小皇帝一样 开玩笑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小皇帝 那么你是什么勒 是不是 比较容易会变成皇帝身边的 小太监 跟班 公公 卑女 哦 讲得好像很可怜哦 但是的确有可能会发生 这样子的对应状况 那么 当你要把这个 小孩子教养的比较尊贵 能力要很好 有很多的很好的行星 其实都不要忘记了 紫威熙呢 他是需要在三方市政 有出现 我们一直在讲团队 其实就是希望在他的三方市政 我们有看到 不错相对应的吉星 吉星有出现了 那记得哦 在他的三方市政之内 还是要出现像有团队一样的吉星 可以帮助他的这一些好的星药 不然呢 就真的很容易就是只是教了一个 要你尊重他的小孩出来哦 下一个叫做天府星 当你发现你的子女宫里面出现天府星的时候 天府呢 他是一个很务实的星药 很运筹为获的星药 对嘛 所以 一样前面的部分 大家同学都是自己对应的 但是对于跟小孩子相互之间的部分呢 他是务实的 所以他当然也会务实的在注重教育的这一个层面哦 跟小孩子互相对应的部分 他也会用一些他的能力或是他的方法给予 当然因为他们也很重视小孩子的教育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被天府教出来的小孩呢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预知他会蛮有教养 或者是他甚至会有不错的能力哦 因为有一个也很有能力 很务实 而且没有这么娇贵的地心 在带着这样子的小孩哦 下一个天机星 当天机星出现在子女宫的时候 我们知道嘛 天机它是一个重逻辑 它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星药 当然我也会希望我的小孩子 可以像我一样 很聪明 很有逻辑 很善于思考 而且这样子的小孩啊 因为从小他会展现出他的智慧 跟他的聪明才智 所以 其实像这样子的小孩是蛮得人 可能就觉得 诶鬼灵精怪很有趣哦 像这样子的小孩呢 原则上 他也会蛮孝顺的这样子的小孩 但有一个比较伤脑筋的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很聪明伶俐 你有可能也掌握不太住他哦 下一个天良心 好 我们知道天良心它也隶属于博学的星药 而且天良心它也是必应的 照顾的星药 所以当天良心有出现在子女宫的时候 基本上对待小孩呢 他们也会有耐心跟好好的去照顾 跟小孩之间互相的对应的部分 其实会蛮照顾 而且也很注重他们在学习的这个部分 跟天气一样 这样子的小孩呢 也会被调教的 诶 比较聪明 比较伶俐 那么因为天良 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星药 所以当这样子的调教下的小孩呢 其实他们也会像是个小大人一样哦 聪明也得人疼了 下一个 天同心 天同心我们知道哦 好相处和善 乐观 不计较 当这样子一个很开心的星药 放在子女宫的时候 自然而然跟小孩子之间的互相对应 甚至照顾小孩的部分 其实呢 主要就是开心就好哦 这小孩子乖乖就好哦 两个人相处之间快乐就好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对小孩特别的要求 就像天气天亮一样 我注重你的教育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的面对 其实还好你会感觉到 这一个大人对这样子小孩 或者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对待 都是很和善 很和平 很快乐的一个状态哦 下一个 太阳星 我们知道太阳星是复星 它是一个自定规则的人 有没有 所以当太阳星出现在 你的子女宫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希望的小孩 能被你调教成一个 能够有自律的 有领导能力的 而且呢 是能够明辨是非 这样子的小孩子哦 所以当你的子女宫 出现太阳星的时候 基本上 这个小孩子 你也会希望 他能够从小培养自己的能力 但因为你知道 太阳跟太阴哦 这两个星要 尤其是太阳星 会对应盘上有望位跟弱线位的情形 当你的太阳是出现在望位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对于小孩的教养 跟互相对待的部分 就会像刚刚形容的这一些哦 能力会稍微好一些 在对应的态度上面 或许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硬的时候 那当你的太阳在弱线位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嘛 我还是太阳 我还是会希望好好的调教 但是 总觉得这个小孩子 到底是什么问题 总是觉得他会有一点点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感觉哦 我还是希望能够充实我自己 我还是希望能够拿出我的能力 但总是就是插了那个灵闷一角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哦 当然我们可以靠后天的很多地方来弥补 而且在弱线位的太阳 跟小孩子的相处之间 或许他就比较不会像是在望位 这样子有强硬碰硬的感觉了 有优点有缺点哦 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 拿捏跟小孩子之间相处的态度 下一个太阴心 太阴心呢 这个是属于母性女性 妈妈的行药哦 他有那个很心思细腻的部分 所以当他出现在子女宫的时候 我们在对待小孩的部分啊 我们在相互对待的这个部分呢 当然会多了很多心思细腻的 这一些成分在里面 而被这样子调教出来的小孩呢 自然而然他们也会去注意到 很多的小地方 他们的心思也会比较细腻 而且通常你子女宫 有出现太阴心的小孩 他们是孝顺居多哦 会听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感觉哦 但是或许女生还不错 男生就看看他是不是给他一些 抛了的感觉会好一点哦 下一个欺煞心 欺煞嘿嘿这个坚持 这个固执这样子的心要哦 所以当他出现在子女宫的时候 或许呢这个大人会有一点点的伤脑筋 因为这个小孩子很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也蛮固执的 不会有个好处啦 如果说呢你的这个公位里面 跟三方市政看起来状况都还不错的话 毕竟人家还是折散固执哦 就让他自由去发展哦 不然呢这个在双方对待的这一块 这一个部分的确会让人稍微伤脑筋一点哦 下一个破军心 破军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心要 那么当他破军心本来就是子西之心 大家知道吗 他就是代表的小孩哦 那么他本身的特质呢 聪明活泼也很有梦想 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子或许有一点点难掌握哦 因为他的想法也很多 他的想法很多 而且也很活泼热情外放 但是呢在这之前 我们就要去注意到 因为破军心他是属于子西之心 所以呢你的盘上面的破军心 如果先不管他放在哪个宫位哦 如果他跟煞心放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上呢对于这个小孩的这件事情 的确比较容易会造成所谓的伤害 就是你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不孕 或者是你有可能会比较容易留掉哦 但如果你的破军状况是还不错的时候 然后基本上在亲子的互相对待的关系啊 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呢 而且通常这样子的人啊都会特别的爱小孩哦 下一个贪狼心 好贪狼心欲望之心 那么这个很有欲望的一个状态 当我在跟小孩对待或者是我在教育他的时候 那么我也很容易去调教出一个鬼灵精怪的小孩出来哦 不过呢这个亲子关系的状况基本上是还不错的 因为本来贪狼心他在对外人际关系 甚至是在亲子关系的这个掌控度就还就比较好嘛 因为本来就是属于桃花人缘的部分 所以亲子关系不错 小孩鬼灵精怪 当然啦我们就知道像这种比较聪明的 比较鬼灵精怪的小孩啊 通常要掌握的确也比较难哦 下一个聚门心 我们知道聚门心是暗药 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全感哦 所以若是你的子女宫里面出现的聚门心啊 那么对于这个秘策来说呢 我对于小孩哦 这件事情其实我内心是存在着不安全感哦 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亲子之间的关系 比较疏远或比较疏离 是有机会哦 但是你还是要其他的工位搭配 但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特性 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爱小孩 只是他们因为不安全感 所以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也抓不到一个方法 去好好的跟他们的小孩互相的对待 而且其实他们心里面都很爱小孩 只是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面向 什么方法去好好的去做对应哦 下一个 廉真心哦 我们知道廉真心这是一个聪明的能源也很好的一个心要 所以当你的成女宫有出现廉真心的时候 自然而然呢 你也会期望你的小孩 是一个 聪明伶俐的交际手腕也不错的哦 而且这个也带有一些些磁场的状态 自然而然这个对外的关系 其实都还不错 但一样哦 像这种有聪明的啦 有这个人缘好的状态的小孩呢 基本上大人都是比较难掌控的哟 下一个天象星 天象星呢 它是一个会帮自己设定规矩的信仰 所以当他出现在子女宫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他会对于小孩子的教养这一块 有一套他的准则跟规则 当然他也会希望被交出来的小孩 也要呈现出很有教养这样子的状态 而且会特别重视 他们是不是有守规矩 有没有在外呈现很好的表现 最后一个无曲心 好我们知道无曲心呢 它也是一个务实的心要 但是呢 因为无曲心本身的这个特性呢 因为太过务实 所以少了一些感性的层面 自然而然在有小孩的状况 在跟小孩子互相对应的关系 反而他们会不懂得怎么样来去跟小孩子做相处 因为太过务实了 他就只会这一些的SOP 所以对他们而言 要那种感性的相处 或许有一些难度 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他们做对应 但是没关系 子女宫呢 本命的子女宫呢 其实就表示我们天生带有这样子的个性跟特质 我希望我期望 实际上呢 因为发生真实现象 会出现在运线盘上面 所以呢 本来的个性跟特质可以参考 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还是要去看看当下的运线盘 大线啊流年啊 要去看看当下的盘 你的子女宫是什么状态 或许让你比较有感的 会偏向是你在运线盘上面 所呈现的这个样子哦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一个心要放进去的时候 对应它会有什么样的个性特质 是不会变哦 这时候就可以来好好地研究一下 到底现在的我 这十年的我 下十年的我 或是今年的我 对于小孩的部分 对于我的性生活 对于我吃东西的口味 对于在子女宫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角色扮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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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角色扮演呢